去追踪台中市POP九死火警的最新发展 这是有一群网友呢 他们来到了火场前 手持百合花 静坐抗议 立刻连线给我们的现场记者朱贤明 当您看到呢 在火警现场呢 目前出现一批网友呢 他们在脸书上面呢 来汇集啊 他们从今天三点呢 是坐在这个草皮前面呢 距离火场的只100公尺 他们的手持呢 百百合呢 他们要呼吁一个立场 就是说胡志强下台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五年安检 二十一字通过 五年安检 二十一字通过 九条人命谁负责 九条人命谁负责 胡志强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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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听见的网友们呢 他们竟坐在这个草皮前面 他们距离火场的只100多公尺 他们的诉求就是胡志强下台 同时他们手里呢 所举出这个手势 是当时倒扁的手势 但现在却变成了倒狐了 他们呼吁说了 他们从三点到六点的第一梯次之后呢 从六点到十点呢 更会有第二批呢 更多的网友 他们身穿这个黑色的衬衫 同时呢 他们手里举着这个白布条 手持白色的百合花 他们的诉求呢 是希望呢 胡志强要对于这次呢 这个九死的火警呢 来做出他们的政治责任 都是下台 除了他旗下属下的 包括两位局长呢 以及副市长下台之外呢 他们更希望胡志强能够做出表示 来担起政治的责任 主播 好了 谢谢写明 带给我们看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呢 就是这个 就责的这个政治行动呢 现在已经上纲到了市长胡志强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